这是朋友最近给我案例的一个产品 听说在欧美各国存在很多受众 你看这个东西是什么 这个好像是那个 装水之类的 装水嘛 这就可以 月经费了 国外女性用的比较多 在那国内会用的 还有那个棉条那种 怎么放 对有一天 可以进去 对把它放入体内 你愿意吗 随着人类的进化 女性在月市上尝试不断的革命 但实际上 方便使用的卫生用品 也只是近代才有的事情 而姨妈记得好朋友 卫生巾也成为每个女生 雷打不动的固定月消费 并且可能会越来越贵 各大卫生巾商家 都在轻 薄 吸附力强 等各特性上 努力营销着自己 扬言要帮你我轻松应对 但是你真的轻松了吗 最近 月经贫困的概念 被广大网友提起 全球约有4000万女性 正在经受 买不起卫生用品的困扰 这里就可以理解 为什么反而在印度 月经杯 有相对广泛的接受度 传统的经期用品 对环境是极大的负担 一位女性一生 大约要用15000个卫生巾 某种程度上 经期花费放大了性别不平等 尤其对于低收入人群来说 经期用品也是压力 在中国 卫生巾每年的消费量 大约在1200亿片 按照我的经验 一年我在卫生用品的开销 大约是500元 对于欠发达地区的女性来说 相当于大半年的生活费了 这种内置的女性卫生用品 有个美丽的名字 月饰杯 据说它能够减轻月经过程中的 无数烦恼 而这种内置化的设计 听起来就感觉 很科幻的 我们决定彻底研究月亮杯 同时邀请到一位 国内这一产品的相关专家 我们在网上为数不多的商品中 选择了这一款 现在来看一下里面有什么吧 月亮杯 一个袋子 还有一份说明书 单次使用时间可以长达5到12小时 避免了行动中很多血流成合的麻烦 我们在使用前肯定是最基本的是要洗干净双手 因为手上可能也会有一些细菌存在的嘛 然后洗完双手以后可以把这个杯子冲洗 沸水煮20分钟进行消毒 然后可以选择自己喜欢或者适合的折叠方法 比如说C型 然后把它置入 置入以后它会自然弹开 硅胶材质也避免了棉脂 PE等材质长期带来的TSS风险 TSS就是中毒性羞克症候群 这个的话可能就是大家在用卫生巾的时候 如果是没有经常更换 然后可能就会产生一些细菌引起这个病 同样一个月亮杯 烫一烫可以持续使用5到10年 环保大气高举 也给628疯狂囤卫生巾的女生们 减轻了很多经济负担 它每个售价人民币200到300元 好神奇啊 但是我没用过 所以我找到一位用过的朋友 听听他怎么说 所以你第一次用月亮杯是什么时候啊 差不多 其实我买的蛮早了 然后真正用的话应该是差不多两三三年前吧 为什么一开始买了不用 买的时候是觉得 就是挺特别的 但是真正使用的话 我觉得就是心里还是会有障碍了 不一样就是一个障碍 因为这个就跟你平常的习惯不一样 没有的东西使用方法其实都不一样 第一次用的时候就是放进去的时候花了多久 整个处理好的过程在洗手间应该有半小时吧 但是我觉得就像你戴隐形眼镜一样 就是刚开始一定是会有一个练习的过程 和你本身身体适应的过程 你之前用卫生巾觉得很不舒服吗 会 会真的很不舒服 而且就是你要去换嘛 一天要去换几次啊什么的 而且尤其是夏天 我觉得就是真的 就是不管是异味也好 或者是就是因为太厚了不透气啊 长痘痘也好啊各种什么的 我觉得我之前是真的有这些困扰的 不过月经杯可不只是一个生理卫生层面的工具 它还涉及到社会文化层面的话题 其实是正常硬道结构的女性都是可以适用的 那可能如果有一些复刻疾病的女性的话 我们建议是她在咨询了医生以后再用 有些女性的话可能会考虑到用月亮杯的话 会破坏到处女膜 但是这个就看个人的观念了 你会介意这件事情吗 说实话因为我本身接触 知道这个东西已经是比较有年纪的时候了 但是如果是我比较小的时候 知道这个事情我还是会介意了 那月亮杯在一九三几年的时候就有了 但是为什么我们中国的女性会接受程度比较慢呢 其实也跟就是家庭环境 或者说是这个个人思想有关 所以你觉得让月亮杯这么难以普及的最重要的原因是什么 是大家觉得讲这个事情尴尬 是大家避免讲这个事情 像我觉得国内就是这方面的教育还是很缺乏 就是我第一次来大姨妈的时候 我甚至不知道她是会结束的 我不知道她是周期性的 我感觉用月亮杯 就是或者说了解月亮杯这个过程 就好像是上了一堂生理课一样 你知道吗 就是首先我要知道尿道和阴道不是 不是对 就是离得还是有点距离的 其次我要知道阴道在什么地方 然后你装进去里面是什么 对原来而且是要知道 哦原来可以放进东西的事 我觉得还有一定 一定程度上是接受自己 因为这个就是女性的一部分 就是为什么要就是带着就是偏见 或者是带着一些什么东西去看待她呢 为了做这期节目 我一度鼓起勇气让自己去体验一下 但最终还是放弃了 我在想我真正建议的是什么 是卫生吗 还是说把东西放入体内的那种异物感 又或者说是在担心处女膜等阴道方面的权力问题 一个技术上的小设计 可以让女性在月经这件事情上 和男性更平等一些 技术可以让性别差异更小 但一个小小的杯子 折射的是我们的文化 经济和社会层面的话题 也许未来某一天 每个女孩子都能够大大方方挑选 咨询甚至尝试 为自己匹配最适合的精气好朋友 这就是我写给月经碑的故事 你喜欢吗 我是万能编辑部的袁滚滚 下期见咯